如果你有自助是要照顧媽媽的 那你就 你就應該每天住在那裡 照顧你媽媽 所以啊 然後你 你有沒有說明你家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天井真劍 你也沒有講啊 他為什麼不講 對 對啊 那你是不是心虛 不過舊違建 舊違建不會拆啊 我覺得這個牽扯到人家 一樓的違建 真的很不應該 那個一樓的鄰居 人家的房子被網軍或者某某人 把它掀出來 我覺得是這種打法 不過是這樣子啦 不過那些北京的總統的 他們主座的鄰居嘛 都被警察打卡成這樣 突然就變得 那時候就變得要厚大 那時候就沒有厚大 不過我要講啦 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要講 因為最主要是眾人有違建 這是舊違建就54年了嘛 也不會拆啊 把那一樓的扯出來 我覺得不是啦 那以前那個徐曉信把人家 那個奈慶德 他家鄰居也都扯出來 那徐曉信怎麼 怎麼沒有人敢罵一下 徐曉信 所以這個也是奇怪啊 然後關於超標的事情 反正許小新對於這個房子的事情疑點這麼多 然後身處於自己買都更的案子 然後的地點 然後自己去參加那個都更會議 就為什麼找處理代簽 那不是一樣的有趣嗎 那你不是圖利自己 你完全那麼有迴避嗎 這個其實如果在證券的話 就是內線交易啦 就是啊 因為他有內線的消息 他已經知道他去參加這個會議等等嘛 有多少議員知道當地的這個都更 誰不知道啊 那我也去那邊買一件 那他的房價為什麼買賣的比較便宜 買的比較便宜 然後現在又賣四千萬 當場就炒房兩年就賺一倍啊 他獲利了結 獲利了結 獲利了結 那不是炒房嗎 所以說你看你也不 你這就是最大的謊言語言 大家不會去 你只要去拍你 剛好已經被周圍航他們拍到了 來來來來 我來解釋一下 都委會開會 假設跟我們議員的選區有關的 他都會發開會通知給每個議員 對啦 問題是 那你可以選擇去或不去 問題是徐曉信他否認說 那那個是不是我去開的 他的助理趕快出來講 問題是你的助理代理你去開 法律規定很清楚 代理人之行為基於本能 所以你的代理所行為 你就是你徐曉信去嘛 就是你徐曉信為什麼代理啊 我要解釋一下 那個會就是公開的 問題是他的雙標 為什麼我說這件事也是他雙標 因為他自己在這個這個臉書上 他公開講說精華成功 什麼事去死一死 講完他發現說 原來你有去參加這個會 派助理去還代簽 關鍵在這裡嘛 對啦 關鍵在你都每次都講的前面 這副我是道貌案然 我不太CARE這個都根 下一步非常發現說 你去開了會 這個時候我們拿說他去開會 議員很正常 當然很正常 那你為什麼昨天要講說 你建華城去死一死 對啦 他意思是說 關鍵是這裡嘛 他意思說建華城的都根他不在乎 他也不關心 他通通不在意啦 結果沒有想到 他還是去參加等等 而且他在當王區的核心耶 對 所以他如果把那個金華城 然後旁邊那個鐵道博物館 這個畫起來 這三角形的重心 就在他家裡開玩笑 我要講喔 徐曉星現在裝潢 剛剛大家都說 就是因為你講說 人家說你住了 你那個是怎麼樣 是不是要炒房 他就說沒有耶 我這才剛裝潢好耶 一百萬 所以人家說裝潢好 那就去看有沒有住 所以這樣看起來 剛剛就講說 你信箱充滿了這個信 你到底有沒有住 都是因為你講了A 大家去看說 你是不是真的做到A嘛 不是嗎 是因為你講了說 你裝潢了 所以人家去查說 那你裝潢什麼都驗收 你講了說 你住在這裡 因為要照顧媽 人家去看說 那你有沒有住在這裡 然後發現他自己打臉自己嘛 問題在這裡嘛 所以我覺得 這裡面還要再補充一句話 因為四湯帽 把他引用出來說 這個2022年11月的時候 徐曉星曾經講過一句話 叫做如果不是炒房 為什麼放著不住 這是他自己講過的話 這是他自己講過的話 他在講別人的事 對 所以講的是高家瑜的事 那時候在講別人說 如果不是炒房 他就說真的罵高家瑜 他就罵高家瑜 說你為什麼不是炒房的話 你為什麼不住 結果現在人家才去看他說 那你自己有冒住嘛 那你自己要不要比照 然後這個信箱塞爆的狀況 請問就是有住還是沒住 所以問題是 今天都是 他前面講一個道貌黯然 指責別人 後面人家 才來看說 可是你自己也是這樣 關鍵在這裡還有一個 哇 高家瑜有夠衰 我覺得許小鑫有沒有住在那邊 這個不能用那個門口的信 信箱的信就斷定 他一定住在那邊 我覺得這個也太簡化了啦 不是 因為是這樣子啦 一個名譽代表 他如果住在這裡的話 我可以 我我可以講說 他每天一定會請信箱 因為可能有什麼開會通知 什麼會來或者是選民服務什麼 如果說他有住這裡都不清 那表示你不在乎選民不在乎什麼 因為很多選民 我當我當名譽代表 有選民是經過我家 就把東西丟到我家信箱 這是的確都有的 經過服務處丟到服務處都有 那表示你不在乎啊 你說不在乎啊 裡面搞不好有稅單 有什麼你都不管 那幾天他住在他媽媽家 有兩天沒回去 剛好被你們碰到 就拿著看著說不去 阿豬姐你這樣子幫他辯護 你覺得不會被出征 不會被出征 不會被出征 他應該是怕被出征 我真的比較辛苦 不能因為那個信箱 有許多信 就斷聽他不出在那邊 永鴻你繼續來 其實現在所有在幫他辯護的人 大概分三種 一種就是日常有辯護 但是辯護的不夠積極 開始有自己的意見 但是他比較弱的那種就被出征 比如說呂家凱這一種 蕭敬妍這一種 那他敢不敢去出征這個江啟臣呢 他不敢 不敢嘛 因為江啟臣大壞嘛 對不對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 江啟臣大壞 我告訴你 江啟臣再這樣下去 徐曉軒的1450照樣出征 神來殺神 神都殺了江啟臣算什麼 他們為什麼怕 倒不是說怕他的網軍 說你整個洗版之後 變成三人成虎 呂家凱整個被他洗版之後 然後就開始覺得呂家凱 是不是真的沒有辯護 是不是真的是個壞人 他是要用這樣 就是我不斷的潑你髒水 潑你髒水 真身殺人 真身殺人 那我就這樣問 因為他今天剛好網路溫度計 對不起這跟他老公有關係 網路溫度計說 說他是什麼網路聲量第一名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新聞 他說我是打不倒的 很臭屁 他說你們照三三打我打不倒 那打不倒他為什麼到處關心 叫人家不要談他 來看一下 他最怕的關鍵是什麼 拜託媒體說你們寫到我 不要講我翻 不要講翻車 不要講被打臉 因為他每次都用翻車跟打臉去講別人 但是他都是翻車啊 江啟成是真的有被出征 江啟成連出下面是真的有被出征 江啟成的話也有改一個嘛 江啟成委員不要因為副院長職務要假裝中立 請問過去八年為什麼會被民進黨吃得死死的 徐曉星委員明明是戰將你們為他做了什麼 所以他是真的被出征 很厲害啦 但是我要告訴你 我以前那時候有一個社會記者跟我們講了一件事 他說 現在大部分都稱讚他說國民黨裡面 說他很勇敢面對壓力 什麼叫很勇敢 你做違法的事情叫勇敢嗎 那這樣以前十大相級要犯最勇敢 拿槍出去看到人就開看到人就砍 這個很勇敢 可以說這種是勇敢嗎 那強的怕鄉的 鄉的怕不天良的 這種叫做不天良 跟十大相級要犯一樣嘛 不守法沒有道義看到就開槍 以前十大相級要犯有哪一個是正規幫派兄弟出來 沒有嘛 四個開槍這種人紅得很快 下場有點慘 就是黑白的道上兄弟跟白色都會去處理他 就是這樣 他現在就這樣 還好意思說自己是打不打 其實許小新是大家看得出來 我是對他一個想法到現在一直覺得很納悶 怎麼會講說縱然我犯罪 我犯刑責 刑責也是很低 他不在意 我們知道我們以前的教育 不是這樣告訴我們 我們教育告訴我們要守法 你又是立法委員 一個立法員可以說 我縱然是犯罪的話 刑責也是很低 意思說他無所謂 他不怕犯罪 刑責很低 要關我就關我 他意思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真的被判刑 那建立許小新就不要議科罰金 就進去關吧 讓他關關看好了 不要認為說你勇敢 一般來講去關的時候都不怎麼勇敢 關出來又說他很勇敢 常常很多這樣子的 不過許小新的事情 我發現最挺他的有一個人 國民黨的立委 有一個人是最挺他 那個人叫做傅昆奇 不過傅昆奇 你可是病毒喔 因為許小新罵你是病毒 病毒不是我罵你的喔 許小新罵你的喔 罵你是病毒喔 不過許小新現在突然之間 好喜歡病毒 他很喜歡傅昆奇 不過傅昆奇 他現在又有爭議 花東建設案拼三毒 柯建民批違憲 藍白合作騙大家 怎麼講呢 柯建民直言 藍白合作騙大家 用特別條例要求政府編列預算 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行政院通過預算案後 送立法院審議 沒有立法院強制要求編什麼預算 這違憲還在騙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根本在亂扯 違憲就是違憲 還有什麼好表決的 所以換句話講 立委不可以為增加預算的決議 是規定在憲法裡面 不可以為增加預算的決議 結果你故意去弄了一個法案 然後再叫行政院要根據你的法案 編預算 這就是要求行政院編預算 這就是增加預算的決議 這很清楚 這是違憲 增加預算監製